台湾疫情持续 台北市接连出现了群聚疫情 引发各方关注 此外受到台北影响 新北市也扩大了筛减范围 并且开始为果蔬市场的人员施打疫苗 对此有台舆论呼吁 希望民进党当局切勿再将民众的生命健康当耳系 台湾23号新冠肺炎本土确诊个案为104例 死亡个案24例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 全台湾的防疫三级警戒再度延长 将会维持到7月12号 那么目前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染疫事件 仍在持续的延烧 也引起台湾社会的关注 截至6月23号 包括北农员工 承销商等 确诊人数累计已经达到50多人 由于该地区的人员流动性很强 并且涉及到来自不同县市的人 因此这一区域的疫情也让相关人士感到忧虑 目前台疫情指挥中心设立相关的市场专案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提出 要对该场域约4000人左右施打疫苗 除此之外 有绿营民一代表称 台北市另一大型批发市场 环南市场 从5月25号到6月21号 累计有22人确诊 并且担忧是否会变成另一起群聚案 除了疫情本身以外 北农染疫案也引爆基隆市长与台北市长 关于疫情调查的口水战 也有舆论质疑台北市接连爆出 北农 长照机构 环南市场等群聚的疫情 是否存在盖牌隐匿的情况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直言 台北市确诊个案有在减少 但有媒体常常会将过去的病例累计报告 北农的54例确诊 也是几十天来累计的案例 台北市疫情在减缓 不过仍分散在各个行政区 仍然有可能有潜伏感染源 以上是央视主台记者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而新北市方面 为了防堵北农的传播链 新北市规定 自24号起 没有阴性证明者 不能进入到批发市场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近日快筛站有如大量民众 其中有北农接触使者近800人 三位呈现阳性 而阴性的摊伤 目前都在新北果菜公司造册名单中 这几天都赶快进行疫苗施打 此外侯友宜还表示 新北市已经开始陆续安排 为果蔬市场的相关人员 进行疫苗施打 目前虽然疫情情况 看似有所好转 但不能过于乐观 距离解封需要谨慎评估 有舆论分析指出 民进党当局舍尽求远 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众生命之上 拒绝近在眼前的大陆疫苗 不断为台湾民众化病冲击 导致一再延误防疫时机 充分暴露其冷血自私的本性 更有台媒披露 民进党当局对进口疫苗重重设账 意在为自产疫苗保驾护航 为高价订购未经三期临床试验 未获国际认证 效力备受质疑的自产疫苗 民进党当局强行叫停岛内县市 和民间团体人士的 其他疫苗采购计划 他们多次夸下海口 扬言7月底前将开始第一波供应 近日却突然改换口风 称7月开打只是希望 实际时间尚未可知 因台湾地区领导人 多次替自产疫苗打包票 相应股价因此飙涨 有台媒揭露期间推高股价 官商勾结的龌龊内幕 民进党当局张口闭口防疫自主 却全不是为了民众生命健康 而是要中饱私囊 防疫大事生死攸关 当局惦记的竟是政治和金钱 简直是谋财害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